陳秋白還錢 受害者排排站 語氣激動喊出訴求 真的無奈又生氣 五戶集團日前吸金220億元 全台受害者估計就有1萬7千人 22號下午高雄高分月開庭 約百名被害人到場旁聽 再度站出來喊話 要總裁陳秋白把錢還來 因為每一分錢可都是辛苦血汗錢 台灣各地您可以看到 有多少的老弱婦孺 怎麼可以厚顏至此 受害者講到激動哽咽 想到錢都拿不回來 實在又氣憤又難過 而且官司一打就很花時間 他們說每一刻都是煎熬 很多人年紀大了實在受不了 以殡葬業起家的五戶集團 總裁陳秋白 被控利用旗下龍海生活事業 對外銷售契約型商品 結果受害者的本金和利息 都化為泡沫 吸金共220億元 受害者說至今還是不誠實 受害者所有的名冊 我們一和隊以後 陳秋白真的是在欺騙法官 欺騙檢察官 讓這些被害人 有機會把真正的資料 送給法官跟檢察官 通常會透過層層剝削的方式 分配給他的幹部 在詐騙案的被害人要取回 被詐騙的基德 確實有一定的難度 辛苦的血汗錢 一夕之間就沒了 要賠償又是慢慢長路 實在讓人心很累 受害者恐怕只希望 能把錢逃回來趕快有個結果 靖新聞謝嘉玲 陳珊珊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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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